辣酱炖青花鱼 骨头鱼煮 萝卜去皮切片 切葱花还有洋葱 把青花鱼熟食干净 内脏取出来 鱼不要切太小块 这里面一定要洗干净 淘米水里放去腥味也行 制作酱料 完了之后搅拌均匀 萝卜片放在锅底 先把萝卜炖上 要么不好熟 咕嘟咕嘟起来了 放洋葱 放青花鱼 涂上酱料 火不要太大哟 再加点清水 咕嘟咕嘟 把锅底的汤汁往上翻一翻 小心萝卜粘锅 撒掉黑胡椒粉 盖盖焖五分钟 瘦汁可以吃了 得晕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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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